由花蓮新政府合作出版 发行的第一张原著民族创作专辑 《回海蓝山》 专辑收录了赛德克族、泰鲁格族、阿美族、布农族、格马兰族 以及萨吉拉雅族六位歌手的歌声和创作 14号的上午是在花蓮的芙蓉饭店举办了发表记者会 特别邀请了横跨、金马、金曲、金钟的 知名节目主持人黄子娇来为专辑站台背书 随后和县长徐甄卫共同启动了专辑的唱盘仪式 期盼专辑能够大卖入围明年的金曲奖 历经14个月的筹备 由花蓮政府合作出版发行的第一张原著民族创作专辑 《回海蓝山》 收录来自赛德克族的拉卡乌帽、泰鲁格族一季达道、 阿美族的藤墨岩姬闹、布农族的张晓芳、 格马兰族庞志豪、萨奇拉雅族更新扫韵 等六位歌手的音乐及创作 14日在花蓮芙蓉饭店正式发表 邀请到三金典礼主持人 接触流行音乐多年的黄子娇 为专辑站台背书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圆明处 这14个月的策划 还有我们六位我们最佳的歌手男女主角 能够非常耐心 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很重要的文化资产 透过我们唱蝶的录音把它保存起来 《回海蓝山》的最主要的意涵是在于 我们的族群都跟山跟海有连结 所以这样的连结会触动很多 比如说有利的山林广阔的海洋 然后部落的传统以及编织 都是源自于生活 还有就是我们飞翔的老鹰可以在山林里面穿梭 就像我们所有的族人在山林里面穿梭的概念是一样的 黄子教授访表示 六名歌者歌声动人 以他过去担任金曲奖评审经验 为此张专辑明年为获金曲奖评审青睐发下重视 这个真的不可能 这个如果明年没有入围 我就退出演艺圈 两天 两天 不要太久了 我通过太久我没有饭吃 两天可以吧 没有诚意啊 我今天早上六点多的火车 六年没有来花莲 但今天来的特别值得 因为有一张六个族群 大家一起去做一张专辑 《回海蓝山》 里面有六种语言的合体 或者是各自的表现 每个老师都很专业 一听完他们的歌声 我就想退出歌坛 因为我觉得既不如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 然后里面有鼓调啊 有原创曲 也有一些些舞曲的风格 我过去当过几次金曲奖的评审 我大胆地预测 这张专辑一定会入为明年的金曲奖 如果没得奖的话 我就 我退出演艺圈 两天 以示抗议 那真的表示 对这张专辑很有信心 希望大家一起要支持在地的文化 也把我们原住民的语言 精神 故事 藉由一张专辑 发扬出去 流传下来 甚至让全世界也听到 《回海蓝山》原住民族音乐专辑 以花莲在地角度出发 将花莲与山与海共融的生命力 透过音乐诠释原民族群脉络 也为鼓调注入全新灵魂 六位专辑歌手 不论是最年长的一技达到 或者是最年轻的更新洒运 期盼透过世代间音乐的交流 听山海唱鼓调 从专辑感受花莲丰沛的原住民族音乐力量 惊奇在各大唱片行 音乐串流平台等同路上架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